本次狩猎大賽不用我公布 我想你們都心裡有輸了吧 但是習慣播哪邊 我還是得來宣布下 本次狩猎獲勝者是 小小 Yes,原來分數低者才是冠軍啊 喂,你這人怎麼這麼沒禮貌 我還沒宣布完呢 啊,你剛剛不是宣布了嗎 重來重來 本次狩猎獲勝者是小 Yes 我看你這人是在找茬的吧 不來一次趕了 獲勝者是小熊貓 去年冠軍獎視頻珍貴的要玩 這東西省著用非同一般 你們下次別再找茬了 要不是看在你有點天賦上 我還不想收你的呢 老頭就他那點天賦你 你就別給他信心了 等我吃了這腰後 就能升到等級上 他還是小小的等級 以後有比賽關節節扣我頭上就行了 What? 去去小心咬舌頭了 快去逼你的關 船長我也回去修煉了 明天大賽上一定會擊敗城吧 人是鐵飯是乾一頓不吃 餓的話都這麼晚了 為什麼沒人來喊我吃的呀 前兄弟後背的感覺真難受 算了自己動手風衣主食 大哥根據我上次的定位 寶藏圈就是在這裡了 夜深人靜裡面的人肯定睡熟了 我們只要啃掉大門就行了 還好我還沒熟睡 你們的話都沒有聽到了 幫我燒成門前得問我同不同意 不愧是寶藏村的秘法 竟然這麼輕易就滅掉我的火球 不過問題不大兄弟們給我上 班舅兵誰不會呀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村長別睡了 一群野人針對著村子發起進攻 在水交火上面一鼓了 夜人如今這是怎麼回事 快帶我去瞧瞧 你們來吃到城牆一破 聰明的就叫出村里的寶貝 想要寶貝先溫過我的斧頭 肯不肯 小豬頭快去找大叔 只有他才能趕跑他們 外面比光年方便跑還少 老爺你怎麼睡得比座還沉啊 快醒醒快醒醒 別吵 三層屋子都被你吵光了 不成你屋屋是哪家的行李啊 村長現在被野人拳偶 你快去救救他 小豬子你個真是我的福星啊 現在又找個老頭來收餐 小豬子你不知道家有一老竹 物有一寶啊 為了讓你少少點玩樂 老頭我今天就花點力氣教 謝謝你 冰宮吧 哇塞 老爺你真的真厲害 我什麼時候能像你這麼優秀啊 這張很簡單的 等你到達等級5的時候 居然就會了 接著野招包完了 快回去睡覺吧 別走啊 還沒放我出來的 哈哈哈哈